今天蓝谈我就问单元 要讨论几个蛮严肃的议题 当然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资深的球评黎医生 官哥你好 你好小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其实在体育署的郑署长这边 又抛出了一个议题 就是再度谈到两联盟合并的事情 那么其实直来联盟合并的事情 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一直在酝酿发酵 不晓得现在由体育署长抛出这个议题 那么官方这边现在的想法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郑署长很懂 他抛出这个议题 第一个凝聚大家的关注力 第二个让所有的球迷 让整个舆论可以跟着走 第三个让两个联盟包括蓝谐主事者 他们可以有一个缓冲的空间 所以在亚运之前当然两个联盟 有没有可能坐下来谈 透过蓝谐的协调 透过体育署的高度 找到一个平衡点 不管是合作或者是合并 把整个台湾篮球产业做一个全然的翻转 我想几率是存在的 但是郑署长他会这么做 我相信他应该心里有赋案 所以这是个蛮期待的事情 不晓得这次体育署的郑署长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会不会是一件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 最后无疾而终 几率当然存在 我们来想一下2016年日本直篮 为什么他可以顺利的合并跟合作 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FIFA采取一个制裁的策略 一旦你没有办法把两个联盟做出整合的话 日本篮协在国际篮总的权力 国际赛的出赛权 你会受到停权的处分 所以我倒觉得说 体育署应该不会祭出这样的手段 但是你要迫使两个联盟愿意坐下来谈 愿意诚心诚意的来谈合作 我们不要谈合并 合作的话 我相信不管是体育署 篮协甚至于更高层 应该要有一些制裁的措施 迫使两个联盟必须要 有诚心 而且也愿意坐下来谈怎么来合作 把整个台湾职业篮球推向一个更好的层次 那又衍生了下一个问题了 最近P联盟可以说是风波不断 如果说真的两个联盟要坐下来谈的话 P联盟目前他们合适的人选会是谁 很难讲 因为目前对台湾来讲 第一个 我们的职业篮球发展第三年 T1第二年 那当然大家都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企业在学习 整个执行单位也在学习 球迷也在做适应 包括篮协 包括体育署 我们同然没有面过 这么样一个台湾职业篮球产业 这么蓬勃发展 投入的企业这么多 而且球迷的关注力这么高 所以我倒觉得说 P联盟的执行长也好 整个P联盟未来的发展 包括整个台湾职业篮球 两联盟 怎么来做合作 这样的一个谈判 我相信时间 智慧 还有体育署的高度 都会扮演关键的角色 但是P联盟未来该怎么走 我倒觉得说 不会因为一个执行长的角色 或者是一些 比较社会性的议题 去影响到整个联盟的运作 只要回归到篮球的基本面 只要球迷喜欢精彩的比赛 球员专注去打好他的角色 我相信整个职业篮球 还是蛮有魅力的 是 那么说到职业篮球呢 依旧还在适应职业篮球的 当然就是马次队的选秀状元 文本亚马 那么文本亚马呢 在这个夏季联盟的比赛当中 打了两场比赛以后就停机了 看来马次队对于文本亚马 在夏季联盟这两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似乎并不是太满意吧 我第一个直觉 我相信文本亚马才19岁 他的经济团队 他本人应该还没有 这么好的智慧跟应变 我认为是马次的总教练 炮炮局应该下达指令 你必须要闭关苦练 你必须要远离媒体 你必须要远离所有的活动 包括商业活动 未来两到三个月 闭关集训 我相信这是马次整个团队 在背后所使出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以文本亚马来看 他才19岁 他的国际赛的经历 他的经验 他的球技成熟度都不够 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元新秀来讲 夏季联盟是一个很棒的磨练的舞台 可是为什么不让他磨练 因为他的球技 他的个人能力 他对于比赛的适应性 还有他的投入都不够 所以我相信马次这次球队的文化体系 在炮炮比起的要求底下 第一个停机 不要再打夏季联盟 因为以他目前的能力 再打夏季联盟 我觉得能够对他的帮助有限 现在对他的帮助最重要就是 把门关起来 用一个魔鬼训练 把他的身体的力量 把他的球技 把他进去里面 必须要展现出来的强度 统统拉上来 未来在整个新赛季 才能给马次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看到 我们亚马在新的球技开始之后 来展现一下他在夏季联盟 或者这几个月时间 对于NBA整体环境的适应 因为在未来 不仅在比赛的强度上面是非常的高 而且我相信一连串的移动 对于我们亚马来讲 应该也是一个蛮全新的体验 不过说到NBA NBA执行长倒是在最近 他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In-Season Tournament 我们姑且把它翻成 季中的这个锦标赛 这个In-Season Tournament 对于现在的NBA来说 能不能够发挥一个 刺激票房的作用呢 不晓得棍哥你的看法怎么样 你说能不能发挥一点作用 不管是刺激票房 引起大家的关注 在社群媒体 在球迷之间引起讨论 它的效果一定有 只是大或小 所以这个NBA这样的一个创意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第一个 它一定有足够的赞助商 第二个 它给球队跟球员足够的诱因 让他们愿意去投入这样的比赛 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 因为这个季中的锦标赛 它的绝大部分的赛事 都列入整个例行赛的战绩 除了冠军赛以外 就是那一场 也就是打进季中锦标赛的冠亚军球队 在冠军赛这场比赛 这场是多打的 它不记录整个例行赛的战绩 所以基本上它跟例行赛是结合的 但是它有一个季中锦标赛的诱因 有50万元的奖金 而且前八强都有奖金 所以我相信对整个NBA 对每一支球队 对每个球员 甚至对教练来说 都有它足够的刺激 可以让整个上半季打得更火 打得更有热闹 对 那么这个比赛会在上半季举行 虽然时间并不是太长 但是我想在早上来开打的这个比赛 不晓得冠哥 你觉得对球员的体能上面的 这个要求会不会增加的太多 的确 因为NBA的比赛大部分 都会在晚间来进行 所以礼拜三跟礼拜六 来打这个季中锦标赛 对于球员的体能调节 训练的节奏 比赛的方式 还有他们整体的作息 都会带来蛮大的影响 所以有了季中锦标赛 我相信第一个 球员的自我要求必须要更高 那球队的文化 就有可能成为决定 球队站立一个蛮重要的因素 那我想在这样这么多比赛的一个 等于说是重复 一直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 未来有没有可能看到 更多选手选择轮休 或者总教练选择轮休这件事情 一定会发生 对 因为在现代篮球里面 轮休或者是定期的 整个身体的健康的管理 我想对于每个球员 对于球星 对于教练 对于整个球队的备战 会带来蛮大的影响 所以尽管有季中锦标赛 但是说真的 对于每一支球队来讲 整个赛季的战绩 能够保持健康进入下半季 尤其是进入明年四月的季后赛 我觉得它比季中锦标赛的成绩 争贯能不能晋级八强要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附和管理也好 教练的轮休也好 球员自我的决策也好 我相信健康进入季后赛 健康进入下半季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季中锦标赛 我觉得NBA会排在上半季 有它的用意 第一个有试验性实 第二个它让下半季 大家可以更专心去冲刺 那么事半吸引更多的厂商 引起球迷的关注 然后下半季球队还有调整的空间 所以其实NBA在做每一个计划 有它的细腻度 有它长远的考量 那季中锦标赛来开始 我觉得国内的指南也可以来学习 不只是NBA 对这样可以制造球迷更多的话题 同时让整个比赛的精彩度 可以有更大的提升 其实我刚刚想到了 其实这个季中锦标赛在早上开打 对我们亚洲的球迷来讲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有现场直播的话 那我们看比赛的时间 就不会是在一大早了 而是在下午甚至傍晚以后 那也许大家收看的意愿可能会更高 因为正好可能是你下班回家的时候 正好打开电视就有精彩的比赛可看 这个也有可能会成为 其实他们在转播权力金上面的 另外一个收入也不一定 的确哦 NBA在不管是商业考量也好 让比赛更精彩也好 或者是迫使球队跟球员 在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全力以赴 其实NBA花费很大的心力 那季中锦标赛只是一个创意 我相信如果今年的季中锦标赛 在上半季试验很成功的话 那么NBA未来 第一个它的赞助商 它比赛的热度 它对于球员投入更多比赛的吸引力 甚至于减少负荷管理 可能都会带来蛮大的影响 好 那么这个季中锦标赛 最后的冠军决赛呢 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当然我们都知道 拉斯维加斯是美国的娱乐之城 所以我觉得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这个冠军赛其实 其实蛮有创意的 我个人是这么想 而且未来拉斯维加斯 有可能会有NBA球队 说不定也在为了这个NBA来做个暖胜 那么当然呢 在今天的篮坛 我就问这个单元当中 跟坤哥聊了很多比较深入的话题 也谢谢坤哥为我们带来 这么多精辟的个人见解